杰瑞花木兰在这一局巅峰前百的对局中 仅仅用了十分钟就掌握了十三个人头 将对面的五人全部打成了这种战绩 并且这局杰瑞还拿到了一个五连绝世 让全体黑子纷纷起立秒变白粉 游戏开始两人清完第一波兵线 吕布就对杰瑞的野怪有了想法 所以杰瑞果断给信号将梦游的杨玉环叫到了身边 势必要让这强野怪的吕布付出代价 随后打掉传送之灵 再到塔下吃个血包 自己只要吃掉投兵的经验就可以升到四级 所以这三级的吕布肯定会被杰瑞卡线 只要你赶出来清兵就会被杰瑞狠狠摩擦 等到东方进走掉以后 杰瑞本想做传送之灵 去下路支援队友结果对面的悬策过来 想要将杰瑞逮捕 结果被杰瑞的两季中间预判 将伤害打满很轻松的就将他反杀 回家补好状态以后本想来中路蹭波 兵线结果下路的大桥开始了 摇人杰瑞为了不让队友那么被动 于是果断上去将大桥给送回泉水 而此时有了经济差的杰瑞 现在打吕布简直就犹如切菜一般 紧接杰瑞直接到二塔下面开始断线 准备拿红尔接下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悬策 想要跟杰瑞切磋一下手法 最后发现根本连杰瑞三招都接不住 六分钟对面视野全部消失 杰瑞跟队友来到野区寻找对面的人马 但是并没有找到 于是杰瑞就预测到 他们肯定都在一塔的草丛蹲着 所以自己经过草丛的时候 会切换重剑以防被控 果不其然在杰瑞经过的时候 对面突然从草丛杀出 而杰瑞这波预判也让王昭君跟吕布空了大招 为队友化解许多危机 不过队友为了奖励 杰瑞也成就了他的五连爵士 复活以后准备把对面仅剩的一个下路二塔 拔掉在杰瑞又一波手法拉满 拿到两头以后 这个二塔也是被很轻松地推掉 最后在杰瑞的带领下 我方人马也是在十分钟的时间 就压上了对面的水晶下面 而这波杰瑞利用自己的技能属性 再次骗掉王昭君跟吕布的大招 简直可以说是将诱敌深入 这四个字展现的零零禁止 再次骗掉王昭君跟吕布的大招